最新的比赛正在直播的2024年英国公开赛 由丁正辉对战亚伦·谢尔 双方对战的第三局 丁正辉呢2比0 暂时领先两局 现在打进粉球之后 红球的左下底带需要一个 架杆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看一下这杆架杆的准度 非常准啊 打进之后 粉球的右侧中 还可以再来衔接一杆 但是需要一杆准度纠错 丁正辉呢是87年出称于我国的江苏 当前世界排名在第九位 而亚伦西尔呢是02年 出称于爱尔兰 当前世界排名在第63位 这杆粉球直接失误了也没能打进 打得有点太薄了 两人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比较大呀 但是从两人的历史交手记录来看 两人一共交手过一次 同样是抢四的比赛 第六回呢4比1 战胜了亚伦·谢尔 现在剩余的这四颗红球啊 全部都是男的 全部都是一个难度球 右侧的薄边直接回到上方低分区 台面是59分 丁正辉呢落后了30分 红球的右侧薄边继续来衔接啊 还是底护家右侧后边 嗯 嗯 丁正辉现在同样可以选择一个右侧的薄边啊 这一杆防守非常的漂亮啊 也没给亚伦·谢尔留下任何的进攻机会 哦 这一杆看一下白球的落点啊 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安全可以打一个左下底带的长台薄边的打带跑打不进的话 那尽可能的也要回到上方的低分区 差的有点多呀 连续的防守让双方的手感都不是特别好 哦 哦 还是漏了一个右下底带的长台 来看一下丁正辉的这杆长台准度 还是一杆十字回球的纯方啊 没有选择来拼长台 又是一杆十字回球的打带房 左下底带应该是够切了呀 当然两颗高分支彩球呢 被红球互相给牵制 没有办法来先接 左下底带薄球带跑球吧 还是一杆十字回球啊 打得非常的稳 还是继续回到上方低分区啊 防守打的也是非常的好 给到一点的地杆 钻控出来 是 小队载 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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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右侧的薄便 选择来了一手两边分啊 翻走红球 这算是一个关键局了呀 这局定就会再能拿下的话 就会率先取得赛点 守卧四个赛点 如果亚伦希尔拿下的话 就会扳回一局啊 3比0跟1比2是不同的心态 这一杆斯诺克非常的漂亮啊 直接藏在了黑球的身后 解球难度也是比较大呀 需要来顶库绕台了 这个位置非常尴尬呀 缝隙中也是过不来 打一下上方顶库加右侧库边 两库来接 来看一下 盯着会的这杆解球 解的非常的漂亮啊 一次成功解到 而且还没能漏球 还是打一个右侧薄边啊 扔到上方的低分局 把红球继续打到库边 这杆解球难度并不大 没有问题 一库成功解到 连续两杆斯诺克了呀 还是一个下方方边直接跑 由于本次视频时间调查 分为两个视频来解说 这一切没ível 那么准备 你总是没骂呢 或合理性的 多 看 ossa 不过